你敢相信吗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八个字 早在17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而且是在一座古墓中被发现的 难道早在1700多年前 古人就已经预言了中国会诞生 这也太神奇了吧 而且这张织井是在新疆沙漠的一座古墓中被发现的 距今都保存完好 故事还要从1995年说起 当时由中日两国组成的一支联合考察队 来到了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考察 结果在一个小村庄的南边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 考古队经过查阅大量资料才得知 原来这就是曾在一夜之间神秘消失的金菊古墓 于是考古队立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这一挖就挖出了一座汉代双人墓 经过仔细观察才发现墓主人手臂上捆绑着一块织井 于是考古队立即将织井取了下来 结果打开一看 就发现了上面赫然写着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八个传字 这把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 起初考古人员还以为这是盗墓贼留下的 后经检验 这的确是出自于1700多年前的布料 因为现代根本就仿制不出这样的知己 当时这一发现也直接轰动了整个考古界 直到现在都还有不少人质疑它的真假 说那时候哪有中国这个说法 其实中国这个称呼在很早就已经有了 在3000多年前的西州青铜记上就刻着宅字中国几个字 这也是中国这个词出现最早的地方 只是最开始中国说的是洛阳这一代 那么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八个字又是什么意思 在古代五星指的是金木水火土 五星出东方也就是五星连珠 五星大概会合的周期是在510年 也就是说在2040年 五星会再次在东方的位置会合 当时这个说法一出 整个国内都沸腾了 这也算是科学证实了古人对于天文的看法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曾有过记载 五星分田居中 基于东方中国立 而立中国也许指的是中原地区 而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掘 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块类似的知己 只不过这次发现的知己 并没有刻着之前的那几个字 而是只有三个大字讨南枪 与前面几个字连起来 大代的意思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枪 根据汉书的记者 在东汉时期 当时有一位叫班超的将领来到此处抗击匈奴 这一抗击就是数十年 为了确保将士们的基本生活 班超竭尽全力联合起了西域的各个小国 最终打败了匈奴赢得了战争 而在这些小国之中 就有一个名叫金爵国的小国 或许正是由于金爵国实在是太小了 在广袤的沙漠面前更是显得微不足道 没过多少年 这个小国就神秘消失了 再也找不到踪迹 直到1995年的一次意外考察 才使得这个小国重建天日 这也揭示了汉朝在开拓西域时 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就已经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这也证实了中原文化在1700多年前 就已经实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进场 这也不得不佩服老祖宗那伟大的智慧